音樂 師姐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的環境不太一樣的是 現在環境你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比較是各自為政 就是你有什麼決定 或是你有什麼選擇 我會尊重你 我不會設立的太多 可是以前家庭關係 尤其師兄家是非常緊密的 我們彼此都是扣在一起的 有時候我跟小朋友講 我說你看爸爸他們兄弟都很好 阿公他們 你們也是一樣就是要傳承下去 對 跟兄弟姐妹大家要互相幫忙 相照顧這樣 各位好歡迎收看大愛會客室 我是碧秀 為您推薦的好戲道香家衛 今天我們來講的主題叫做 女人當自強 就來看看這兩位女性 跟我們分享 在生活當中遇到的一些挫折 或是挑戰的時候 要用什麼樣的心境來面對 首先來歡迎的是 我們的本資人月弘師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歡迎是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任何一個時代的女性 都會因為不同的環境 而有獨立堅強的一面 對於失贏你來講 你的生活環境當中 是什麼會讓我們訓練的 可能很有獨立啊 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去處理 我覺得是現在的女性 你同時又要工作 然後你可能好比說 你自己住外面的時候 你家裡面會 你要整理或是電燈壞了 或是什麼什麼 你等一下要自己解決這些東西 就算蟑螂跑出來 你要自己想辦法搭 這種 對 然後或是當你進到職場的時候 很多時候職場裡面 不會那麼的peace嘛 然後你要遇到上司 你要遇到客戶 然後人跟人之間 又會有一些角力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能讓自己太脆弱 你反而要變很強壯 你又要強壯的像一個男人一樣 好像我可以跟你談事情 我可以就是 來 我們來談工作的事情 可是你要能夠 保持女性的一種狀態是 我怎麼樣用台面下 或是我用比較柔軟的方式 去做事情 這就是現在的女性 她得要具備兩種性格 所以我覺得她 現在的女性其實蠻厲害的 真的喔 但是現在的女性 如果男生不細心一點觀察的話 萬一都看到了很自強 強悍的那一面的話 都不知道從何疼惜 柔弘師姐 您的能耐 你們家德村師兄 在認識結婚之前 知道妳原來有這麼無限大的可能 不知道 通常我是比較不會求人的 如果能夠自己解決 我都會自己解決 像以前她不在保險室 我自己會換 對 都是想辦法自己先來 如果不行了再來求救 這樣子 了解 那她有沒有曾經去覺得 妳會還是不會 還是她完全就很相信說 這個我們家搶手的兄 這樣 沒有 她如果在家那些事 我就沒做了 妳就 她就會啦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林家非常重視倫理 守足之情 所以其實在 德村師兄不在的這一段期間 當然我們有看到德光 她要有這個自己的一個生意 要來進行 是不是因為家族的這個 傳統跟這個凝聚力啊 都很自然而然就會 大家都投入幫忙 會啦 只要兄弟說 自己兄弟一起做事比較好嘛 對不對 大家合作起來 做起來比較尊重 請別人做 會來得盛一點 對 會比較部分彼此 對 所以我們劇情當中呢 會有一些 看到我們月紅師姐 很厲害的一部分喔 我們要來看看 詩盈當時候的表現 來看看這一段的VCR 來看看 有一點成 有一點成 快點去 我跟你講 它發動就是 дело 你要起來 然後腳上去 這樣就一次把刨就行了 然後手不用按 不用 刷車都不用 都不用 你要休息去動搗 對 就是這樣 你就是 你覺得你手 就有點歪了 你腳就先這樣 撐一下 喔喔好 阿不然到這裡 你覺得他如果這樣呈現 歪了就好了 嚇死了 因為我昨天一直失敗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一覺起來 然後遭到平安感 你不會騎 我不會 神經病 我不會騎搭檔車 而且我也很久沒有騎摩托 因為 全球暖化很嚴重 大家可以盡量不要騎車喔 後面你一定會覺得 起步 從小你一定要先下來 好的 謝謝教練 周琦就是搭檔車什麼 沒有什麼技巧 只要演員他 禮物性很強一下就會 昨天才叫一點 但是他今天就差很多 去幫那個美鳳小學校 因為他出去阿拉伯之後 去阿拉伯之後 這邊都是我在騎車 所以女兒當時想 因為我的世界非常強大 來你們 Ừ 對啊 你在騎車 他才做的 有些失敘了 我真的想想 所以剛剛看到這一段 其實你在熟悉那個手感 跟騎車的感受 是經過一段的這個 在複習跟訓練是嗎 騎得好棒 我本來 我本來會騎摩托車 可是我都是騎小50 知道說我要騎一台大檔車 這麼大一台車 野狼125 我其實那種嚇壞人 我每天從知道知道 就開始一直在問說 我有沒有時間可以練習 如果不會的話會怎麼樣 然後什麼什麼 就一直很擔心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要拍的前一天 然後還去趁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拜託那個美術大哥說 可不可以車子弄下來 借我試試看這樣 然後也真的是兩位美術大哥 一位在前面幫我撐龍頭 一位在後面幫我撐著 然後照我去試 可是其實我第一天練習的時候 完全是失敗的 就是因為車子太重了 然後搭檔車我對於那個速度感很 就是沒有辦法拿捏 而且說你還要換那個離合器 對… 所以就會車子一出去就一直到一樣 所以有一種這是一隻脫香椰的感覺 但是你看後來的成果 哇… 就覺得好讚對不對 原來我可以這麼的微風 說實在的對女孩子來講 真的要騎 你光是腳要夠到地就有點辛苦 我們師姐當時候真的就騎這一款的機車 是啊 就師兄出國沒騎啊 我擺在那邊要上菜市場也方便啊 就騎出去了 厲害 但是有一個秘密 我們今天要透過我們的月紅師姐親自來講 戲劇當中是騎著摩托車送瓦斯對不對 對… 我們月紅師姐說哪需要騎摩托車 你怎麼樣送瓦斯到鄰居家 就是用扛的 一下就網站上去了 就出門了 您扛的是中型的 16公斤 對 對 那時候真的就是咬著牙 或者是就反正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應該是還算年輕吧 體力比較好 力氣比較 因為從小有做農嘛 在鄉下的時候 小時候都有一直做山上的工作 所以應該是力氣比較大 對 送瓦斯也是因為說 瓦斯就是應該是人家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沒瓦斯嘛 對 用完了就是要煮飯一定要叫 家裡面的男人 我們女人就一定要要上場 一定要送 就是這樣子磨練出來 了解 對 所以也沒有什麼樣子的心思 會去說 我是不是要請一個人啊 還是說要叫什麼人 等一會兒三天沒有 因為那網絲送的不多 請一個人來等於是也是一種 另外一種的那個 負擔 對 負擔要薪水 對 師姐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的環境不太一樣的是 現在環境你跟家人之間的關係啊 比較是各自為政 就是你有什麼決定 或是你有什麼選擇 我會尊重你 我不會設立得太多 對 可是以前家庭的關係 尤其那個師兄 對 師兄家是非常緊密的 我們彼此都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你有什麼事情 就好像是我的事情一樣 所以我會直接去處理 或是我直接幫你想辦法處理 對 就是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所以他就不會是說 我可以站在旁邊看著就好 而是我要跟你一起去做 如果以現在來講 其實夫嫁的事情 我們其實很難去說 我要幫忙什麼 因為很可能會被人家嫌 你是一個多管式的媳婦 但跟以前就不太一樣 以前是大家都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都是彼此友善的 所以你需要幫助 那我就來 對 它是一種很互相的狀態 對 我覺得我都會教小朋友說 我說自己的兄弟姐妹 不管是堂的親的 大家都是要互相幫忙一下 互相照顧 對 而且我們是住在同一棟大樓 現在也是 對 所以比較有見面 比較有在一起的時間 就感情會比較好一點 了解 對 所以你看爸爸媽媽很重要 對不對 對 如果他們營造了一個環境 讓大家都住得很近 有機會去互動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風氣 它是可以一代傳一代的 有時候我跟小朋友講 我說你看 爸爸他們兄弟都很好 阿公他們 你們也是一樣 就是要傳承下去 對 跟兄弟姐妹 大家要互相幫忙 互相照顧這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的父母 可能會去覺得說 我可能書讀的不多 我到底能夠留給孩子什麼 其實真的就是這一些 我們已經從第一集 可能陸陸續續看到這邊 從他們家的阿公 在這個邻里之間的這一種 互相幫忙 一直到爸爸 一直到你們 然後來看看 縱使是自己的丈夫不在家 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兄弟 軸離之間 都還是可以這麼緊密 我想這是讓我們 在看到這一齣戲當中 很感動值得學習的地方 感恩師姨 感恩師姐的分享 謝謝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